今天就教大家鸡胸肉的五种烟法 先来处理鸡胸肉 洗净后的肉去除掉多余的脂肪和筋膜 鸡大胸泡入盐水中 浸泡6个小时 拿出后用纸巾吸附掉表面的水分 两面用刀背敲打松弛 尽量让整片鸡胸肉变得厚薄一致 然后来准备调酱料 先是一些基础的配料 按自己的喜好切块切片切丝 但别切末 不然和肉一起煎的时候容易糊底 然后就来组合搭配 椰香柠檬 紫酥梅子 罗乐柠檬 净辣双胶 和蜜汁烧烤 油和土豆淀粉是每种必加 这样肉质能更加软嫩 调料加进袋子里后 让调料充分渗透 分口 最起码要腌制三个小时 蜜蜂腌制的鸡胸肉 冷藏两天内必须吃完 冷冻可以将少胃期延长至两周 锅中倒一点油 先打火煎一分钟锁住水分 倒入腌料加点水 中小火焖煎五分钟 检测鸡胸肉最厚的地方 达到75度 鸡肉刚好断身 温度再高 肉就柴了 若是要外出旅行或带出去和朋友分享 可以煎好后真空处理带走 口味丰富还嫩而不柴 工作热的每一天都能方便又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